第二种画法就是,我先把上面画完,先画线往上,往上多少?15,先把上面画完,然后再画下面 下面不是画远,而是画幅,这边再给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就给20 记得,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它的虚线,你不要画偏的,不然看起来会怪怪的,15Enter 最后结束,上面的摸字形的部分先画出来,画出来底下的部分,我要画一个幅 那特别注意,幅的部分一定会有起点,一定会有一个终点,起点,终点 那特别注意,画幅有个观念,一定要逆时针方向,起点,比如说你今天画的幅 假如你逆时针方向,一定要逆时针方向,所以你的起点应该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逆时针方向,一定是这样逆回来的,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你如果说你起点在这边,它画出来会变这样子 特别是,逆时针方向,刚开始同学还是会搞不清楚 反正你就习惯就知道,就这样转一下,逆时针方向就转 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幅一定是逆时针方向,第一个 第二个呢,一个幅会有分成长幅跟短幅 那什么叫长幅呢? 长幅就是因为我画出来,它这个一定呢,假设画一个圆,它一定会有个缺口 那这个缺口呢,长的部分叫长幅,短的部分叫短幅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要长幅的话,那半径呢,就要给负的 比如说这边是适时的话,那叫它是负适时,它才会出现的是这个长幅 有没有,有一个圆有两个部分嘛,一个部分比较大,一个部分比较小 就是等于是把一个圆拆成两部分嘛,有没有 那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因为这个有点抽 可能如果没有画给各位看,会有点抽象 这个弧的话,请你找到哪一个呢? 起点、终点、半径 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有起点、有终点、有半径 所以我有三个讯息嘛,我就跟这三个讯息点下去 起点在这里,终点在这里 好,之后大家注意哦,再来还有一个细节 请各位哦,不要直接就这样输入 输入词,你要怎样?稍微把它拉一下 因为你如果没有拉一下,它不知道说你方向在哪里 所以拉一下有幅出来之后,再输入 我刚刚讲过哦,如果你输入适时的话,是短幅 我先做一次,短幅Enter 短幅出来了 那你要长幅呢?好,按右键,重复一下 起点一下在这里,终点一下在这里 拉一下,因为这个动作没有拉一下,幅会出不来 负四十,记得是负四十,是长幅Enter 有没有看到?长幅跟短幅 有没有?那其实短幅就是一个圆 因为我们这个缺口的上面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所以特别注意,以后如果你要是长幅的话 请你把半径加上素质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先把它删掉 其他部分我想各位再把它标注一下 记得是起点,终点,再加一个半径之处的就好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幅的特性特别注意是,第一个是逆持针方向 第二个,如果说你是长幅的话,一定要是幅的 那再来画的时候,一定要再拉一下 起点终点,拉一下,看到幅之后 再输入这个半径才会成功 我的那个幅有些同学会很容易画不出来 好 好